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看大山 那现在呢,经常有人说 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穷人 那我就想知道一下 这个怎么定位这个有钱 还是穷呢 有的人说那还不好用,半岛老宋 各种排行榜 什么这个企业家,那个企业家 他们就是有钱人呗 他们不能单纯叫有钱人 他们叫富豪,对吧 那他们在中,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百分之零点几的人 对不对,就他们那帮富豪 那你说,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穷人呗,那这么分辨是不对的 对吧,那所以说 应该有一个划分的阶层 也就是说什么呢,我认为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能打过 上面的百分之四十的人 都应该算有钱人 对,下面那百分之四十的人呢 可能算穷人 中间的百分之二十呢 可能算正常人 或者是,差不多吧 就这样一样 或者是,下面百分之二十的人才是穷人 应该有这么个比例,对吧 那这个比例呢,怎么算呢 你说他是因为挣一千块钱 才叫穷人 挣五千块钱还叫穷人呢 还说这个人挣一个月的十万 叫富人呢 还得一个月挣一万叫富人呢 叫有钱人呢 这咱们有一个说法 那老叔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我们国家现在 什么样的人算是所谓的有钱人 我指的不是富豪啊 所谓的有钱人,对吧 那咱就说 首先,作为一个既然你是所谓的有钱人 你得有一点是什么 有房子 那这个是必须的 不管你在哪生活 你相对于说有房子 这个房子不至于说费得一套两 费得三套五套啊 就最起码得有一个 适合你自己家庭的标准住房 朋友说什么叫标准住房啊 那就是看呗 你比如说 你有孩子 你是不是得有居士 得有两居啊 你要老人是不是得三居啊 这样的 那我认为一个标准住房 就是三居 三十两位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标准住房 就最起码得有这么一个标准住房 才行 这是首要条件 但有些说的 那也不一样 我在北上广告上标准住房 你再要四线城市有个标准住房 咱俩能一样吗 咱俩资产不一样啊 那只是所谓的 心理感觉不一样 中国历说 没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 你就是生活在那个城市 你有那个城市房子在值钱 你也不可能把它卖了 回到来五线城市生活 它也不可能把五线城市卖了 去那去生活 这都是不现实的 你那一套房子卖了在值钱 因为你卖了它 你再买还是那样的 所以这种房子都叫什么 刚需 所以说它值多少钱 对你来说 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那有些人说了 这我打个比方啊 你先个北上广 你住一个六十平的房子 可能说五万一平 十万一平 它值三百万 六百万 是不是 而我在五线城市 我住个二百平的房子 它可能 一万一平 它值二百万 你说了 你一套房子没有我值钱呢 有什么用的 你住的没人舒适啊 人家怎么住啊 对吧 你那房子怎么住的 你在值钱 你那也叫一个数字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所以不要比那个地方 这个资产是多少 你就说 你有一个标准住房 就OK了 这首先是一个定义 不管你在哪个城市 你首先得有个标准住房 再值钱 也没有用 它只是个数字 不把它放在你的资产 算不算有钱里面 懂得 你不能说 你在北上广 有一个六十平房子 这边有二百平房子 跟值钱 有钱了 没有用 那不是的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没有负债 不能有负债 这个是 你要说你说 你看我房子多大 五百平 但是你说 欠的一塌糊涂啊 每一个月都还不起钱呢 那你叫有钱 那也不能算 第三点 就是得有存款 你不能说 至于什么叫有钱 最后攻击是 你得有钱 你说 我有车有房 就是没有钱 也不行 你记住啊 我卖的就是钱 那种变现的能力 别高估它 真的 真正关键时刻 有一句话叫什么 现金为王 那朋友就说了 那你看 那这怎么算得有多钱呢 得是什么样的 怎么就算是有钱人呢 那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在 我们国家 首先有房 我说的 有房啊 标准住房 可能达不到三十两天 两位啊 但是就说 有你的自己的住房 这样的人 再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成一把 那好 那达到三十两天两位的住房 能达到多少呢 我估计也就百分之四十 这个水平 对吧 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 你去看 能达到百分之四十 或者三十就很了不得了 大多数人 还是没有到这个水平了 那也就是说 你达到这个水平 你首先 在房产上面 你算一个有钱人了 对吧 好了 那比如说一百二了 在那一百二十标准买 带着这个沙头 就只有钱人了 在房他们 第二点 没有钱款 我们国家 现在有房贷的人 你数出来多少 四亿人 那么国家总共有多少人 十四亿人 十四亿人 有四亿人有房贷 说了 还有十亿没房贷呢 你得算家庭 也就是说 这四亿人 分开家庭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国家 基本上每个家庭 都快有房贷了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最少 最少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 是不是有房贷了 就房贷了 是不是得欠钱 是不是这个样子 再欠钱 你说呢 他欠钱 他有钱不还 有几个这样的 大部分还是 那什么的 刨去那一点吧 大部分还是还不上的 他每月还 对不对 如果谁能一下就还上 他也不愿意每月还 对不对 那好了 你是不是又干掉了 百分之六十的 或者百分之七十的人 那你又是在那个百分之三 那你看 你房产 再生了他们 你欠款又赞胜了他们 你现在这两年 是不是就算是不错啊 算有钱的基础啊 那第三年 叫什么 欠款 存款 存款 据去年底吧 就是有一个 国家统计 说什么 咱们是多少 218万亿吧 就是居民存款 好像是这个数据 记得不太清楚了 那平均到我们 十亿四亿人里面 多少呢 大概每个人是 十五万多 就拿十五万吧 咱就出这儿 就每个人大概 存款十五万 也就是说 平均来说 我们国人 每个人 十五万的存款 朋友说 那我搭不到 我被平均了 对 那是 那已经有人 一下子好几十个亿 人家就 就平均那么多了 是吧 这样也少 对吧 他们都在说股票 什么里头 真正存款的这样也少 好了 那你在存款里头 那也就说 每个人十五万 那你家 一家三口之家 你算呗 你要是三口之家 就得是四十五万 你要四口之家 你就得是六十万 对不对 好了 你算的家庭 如果你达到这个标准 那你应该是什么 最起码是 中位以上的家庭 为什么我说 是中位以上的家庭 他这个十五万 虽然是平均到 十四亿人里头 但是你记住 还是 一些有钱人 把他平均给你了 对不对 他比如说 他有一个亿 那这个十五万 你说他那平均多少人呢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如果能达到 这个水平 那你肯定 最起码是一个存款 在中位数字的家庭 这个没有问题吧 拿到一个水平 是中位数字 甚至还偏高 中位数字偏高 那好 那如果你的家庭 在每个人 加十万 那你肯定 就基本上 干过 百分之七十 甚至八十的人了 成不成这样 那你就说 你又成为 那三百分之三十的人了 好了 刚才才说的三点 那咱们想象一下 你的住房 干过了 住国内 百分之七十的人 你是百分之三 你的欠款 干过了国内 百分之七十的人 然后你的存款 又干过了百分之七十的人 那综合比较 你是不是就在 这百分之三十人里面 就一 你是在这三十人里面 对吧 那你说 你打败了百分之七十的人 那你算不算有钱人呢 那就没说了 你肯定算有钱人 朋友们说 这么简单就是有钱人吗 简单吗 你去访 你去想 你能不能做到这几点 而且做到这几点的 你身边到底有几个 你去想 你不要光想 他一光亮丽 他房子挺大 他家里的住房大了 我的事 他欠不欠款 他贷了多少钱 他手里银行还有多少存款 有没有 对吧 这有没有 他有存款 他住多大房子 对吧 他那个 你看到你的房子 没有贷款 有房子 他有没有存款呢 这三点 如果全能达到了 至少我认为 在我们新战国内 以我们新战的生产条件 的条件下 绝对就算是 相对的有钱人 不要听网络上也好 所有人就算 一百万算啥呀 五十万算啥呀 一叠嘴 就是大都不掉钱 啥就钱 你真正要说 就是真正能拍出 这些现金的人 现在有多少 我就能拿出这些现金来 刮他就放来呢 有多少 大部分人只不过都在提前消费 都是在 透支 以后的钱 以后的人生 就这样的 所以说 不要太高估了 有钱人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有钱 除了那些富豪 我们口中的一些有钱人 其实和我们明明老百姓 是差不多的 他们只不过生活条件 越好一些 可能各个方面 物质生活稍微好一点 也就是到这样 到头了 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用仇视那些有钱人 因为什么呢 你稍微努努力 或许你也能跨入这个有钱人的阶层 就是怕什么呢 你把有钱人预估太高了 都认为只有马云才叫有钱人 那这个时候有几个那样的人呢 大部分人 还得批评老百姓了 就是 不信 朋友们去批一下 看一看 是不是你们身边 这样的人 就算有钱人了 然后你看一看 你们身边有几个这样的人呢 对吧 如果是 有很多 那所有人的圈子 全是有钱人 还有 朋友们可以聊一聊 你自己到底能不能达到 我老宋刚才说的一些标准 如果你能 那说明你就是有钱人 真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了 谢谢朋友们 观看老宋视频 希望朋友们关注老宋 拜拜